我们观世音菩萨其实在很早很早在九远节中早已经是成佛了 只是观世音菩萨不忍众生的疾苦 而自动的重返三界 发大悲大愿之心再献菩萨的身 就像一只已经到达彼岸的船只 他掉转头来重新回来救度众生 因此称为道驾诗行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还是极乐世界教主 阿弥陀佛的做挟持